溫朗東身為綠營的側翼 他這次為了要護航 或者為了要支援臨場左 被嗆聲這件事情 竟然東扯西著 瞎說鬼扯 竟然去說 柯文哲遞了麥克風 給嗆聲的會長 可是大家看到這個畫面眾目睽睽 事實上是這個會長他氣不過 主動去把麥克風拿過來了 所以溫朗東竟然自己還做了圖 看圖說故事 而且這個故事根本就是自己亂編 然後試圖要把這個會長 跟柯文哲市長搞成是一掛的 是配套好的 是作秀的 然後試圖幫林昌左來解圍 可是重點是 這個根本完全與事實不符 那溫朗東坦白講 他要去做綠營的側翼 我們不反對也尊重 可是重點你不能睜眼說瞎話 說跟這個事實不符的 我覺得最低級的最下流的部分 是溫朗東竟然用 把柯文哲這個麥克風 溫朗東給這個會長 他認為的這件事情 把他解讀是鬆開狗鏈 換言之 他就是在比喻或暗指這個會長 是狗嘛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是放狗咬人的意思 我覺得這完全是人身攻擊 這完全是公然侮辱 我認為溫朗東必須要跟這個會長 公開道歉 那如果 這個溫朗東的邏輯 是正確的 那我也可以 請問溫朗東這樣批評 這個這樣批評 這個柯文哲也好 這樣護航林昌左也好 是不是也是民進黨 忘了把鎖鏈給鬆緊 讓他出來咬人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憑良心說話 而且事實擺在眼前 眾目睽睽 你竟然還可以如此瞎說 我覺得他跟林昌左 一個會捧一個會舔 真的兩個人就叫做東廠惡人組 這個惡啊 還是惡毒的惡子 非常可惡 到底誰護航誰呢 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那先前記得 這個衛福部次長施衝良說 萬華是疫情的破口 大家都知道這個 這樣的說法 對萬華人來說真的很不公平啊 但是應該要站出來 替萬華在地人來講話的林昌左 不但沒有呢 還說這是國民黨立委 你們簡化問題要找 破口來獵巫 所以當時他就沒有站在萬華人這邊 結果現在跳出來 昨天說他承擔了 他承擔大家所有的情緒 對 雅婷講到這個事情 我自己非常感慨 我從小在萬華長大 我國中以前都在萬華讀書 我到了唸專科大學之後 才在士林北投 那所以說 對於過去這個衛福部次長施衝良 在立法院達行的時候 竟然說這一波疫情的破口 是在萬華 但是身為 讓萬華人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立法委員林昌左 竟然對這件事情沒有去跟施衝良 大家撻伐 沒有去批評 甚至是把矛頭轉向國民黨 說你這個問題根本就是簡化 根本是設陷阱 根本是要去獵巫 可是我們都知道 不管是3加11或諾富特飯店 都是造成這一波疫情嚴峻的 主要原因或破口 林昌左不願意去批判民進黨 政府這件事情 反而來指控或指責國民黨 然後對於萬華人被污辱 被污名化 竟然沒有挺身而出 我覺得他就是民進黨的徹意 或者就是他的附水組織 這樣的民意代表 我說真的 他本來昨天是要去修理柯文哲 反而是自取其辱 反而是弄巧成拙 他沒有幫萬華人講話 當然昨天萬華人就要打臉他 就要洗臉他 這是極為自然正常的事情 所以林昌左或林昌左背後那些 徹意 或者要幫護航的人 請回去好好想一想 到底林昌左有沒有幫萬華 中正人做事 如果沒有 他這一些被苛責被責難 是應該的 是他應得的 這多多好娘 所以我覺得 林昌左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是要他要自己好好的反省 如果還是只會用政治語言 如果你還是想要當小綠 當民進黨的附水組織 而沒有站在人民的角度 沒有幫人民發聲 你最後還是會被扣棄的 這件事情我認為 不會是只有一次 或許後續 他走到萬華哪個角落 還是會被嗆聲 甚至被吐口水 我覺得 你還是要承心自衛 到底為萬華人做了什麼 好的確 昨天大陣仗一致排開 林昌左可能覺得撿到槍了 有機會要來出頭 希望焦點在他身上 結果沒想到 可以說是殺出個陳咬金 破了他原本的計畫 原本他還傳了訊息 跟大家說有記者會 不過其實他現在也被說 他說他自己是幫在地的萬華居民來想 其實他本身對萬華真的有那麼熟悉嗎 因為過去他的成長 其實不像紫澤哥 你是在萬華長大 他不是 甚至他現在他的太太 像他的設計 也不是在萬華 是在大安信義 對 當然他是在中正萬華選立委 可是他成長的背景 其實跟中正萬華沒有關係 坦白講這一點 我不想要特別的苛責 可是如果你既然已經在 中正萬華擔任的立委 人民願意給你這個機會 可是那你就要為在地人來發聲 來爭取錢益 尤其疫情這麼嚴峻 淮南市場 這個問題這麼嚴重 那你應該要站在第一線 甚至是要常常去關心這一些攤商 淮南市場的防疫狀況 你沒有這麼做 而且現在被人家起底 事實上你的房產 你跟你太太的房產 都不在中正萬華區 那你這樣子的做法 甚至你的這個過去 好像是在大安區長大 當然就會被放大檢視 你到底心有沒有在這一塊地方 所以說你不要 口中說要為萬華人爭取權益 可是實際上你卻什麼沒做 什麼也沒關係 所以像類似這樣的狀況 一定會被起底 一定會被批判 所以我覺得政治人物 還是必須要誠實以對 我在這裡可以順便爆料 據我所知林昌索本來有意 有意要進攻2022年的台北市長的選舉 他私底下呢 也跟台北市 跟民進黨呢 有一些溝通 有一些互動 希望呢 民進黨也可以來成全 他呢代表整個綠營 來參選台北市長 所以說呢 這個也可以看到 為什麼大家這一次會長會批評他說 為什麼中央政策 尤其是防疫的工作 沒做好 結果你竟然每天只會捧 他捧的目的 還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可能是為了要自己選 這個台北市長 所以他 不敢去批判民進黨 不敢去批判這個蔡英文政府 這個就是其來有志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把政治利益放第一 而沒有把萬華中正人 甚至環南市場 這一些辛苦的攤商的利益 放在第一 那一定會被迫棄 這個毫無質疑的 疫情這個嚴峻的時刻 大家應該要一起對抗的是疫情嗎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政治人物想的 不是當下 是未來哦 是未來什麼 所以出現了很多 像是捍衛蔡英文總統 跟民黨政權 很多側翼的覆隨政黨 網軍名嘴等等 是不是現在只要非我族類 哦 大家就殺紅了眼 沒有錯 這完全是沒有是非哦 完全是只有看顏色 其實我們看到 溫朗東支流的還有很多 我們在這個電視上 看到許多的這個名嘴 或者是這個綠營的側翼 等等都是如此嘛 剛之前民進黨這個綠營人士也 被抓出來 有反竄 在網路上反竄的這一種 這種醜聞出來 換言之 我覺得這個相關的這個側翼啊 都不斷在這段期間 不願意誠實的面對 民進黨執政下 防疫工作做得如此 離地讓讓 甚至現在造成600多人死亡 不幸身亡的這個悲劇 而不斷的在護航 而這樣的護航 對於整個防疫的工作 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們舉普篩來說 從去年開始 國民黨在野黨的一些執政縣市 都不斷的強調說 應該要入境普篩 結果不斷的一路上被罵 還被冠為什麼普篩仔啦 什麼什麼難聽的話 還抹紅 跟中共唱賀等等都來了 可是現在我們發現 這前幾天 這個指揮中心已經決定要普篩了 那我們要問 那過去難道是 這個國民黨或在野黨錯了嗎 這一些限制掃掃錯了嗎 為什麼你們要如此的 加以批評批判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為了政治考量 所以我覺得他們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了 可是在這一種 這一種下流低級的 這個護航的方式之下 只會造成台灣在防疫工作上 沒有被適當的監督 甚至是每下預況 這一些人 我坦白講都是台灣防疫破口的共犯 共犯結構 所以這個必須要去好好的 這個反省跟檢討 如果只會一昧 一昧的把相關的責任甩鍋給在野黨 只會批判 所有在野黨的監督都是作亂 就是扯後腿 這樣對於民進黨執政一點幫助都沒有 他們這些共犯事實上 我坦白講不是民進黨的隊友 他們是民進黨 不是民進黨的神救援 是民進黨的豬隊友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也要三思 不然的話 我覺得最後這個反作用力 都會到民進黨自己身上 去吧